今天是這個妹妹點我的 我們倆一起喝 我們今天就留給我 這麼帥 這麼帥 明明就很會喝 Luca好會喝 要不要吐出亂 我今天的台費是6300塊左右 我從大概1點50 做到現在5點 做了總共3個小時 我光今天一整天這樣下來 我就覺得 這個錢是真的有點難賺 第一天上班比較緊張一點 盧哥你好 很緊張欸 會不會坐一整個晚上都沒有人點我 不會吧 我很怕欸 對就是基本指標 好OK 所以這樣都是我的一些規定 第一個就是蠻苦惱的 異名 異名就是盧哥了 對啊 真好嗎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在10分鐘上班了 那我現在是覺得有一點尷尬 不知所措 你知道嗎 我知道喝酒 但是剩下的我什麼都不會 就是等一下如果說我真的有被選到 那我的客人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客人 什麼年齡層啊 或是什麼 我完全不了解 那聽說等一下會先給我來 給我 類似像教育訓練那種東西 被叫了 沒什麼 學到什麼 你這邊問好 我 uhh 這是我介紹 你好小白 你好口味 你好oo 你好小岸 你好空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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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539 你有號號 你好龍哥 這牌有嗎 那我要 白色衣服跟最後一個 白色衣服跟最後一個 你一坐下的時候你可以先問客人 就是他喝厚酒還是啤酒 然後再問客人說要不要冰塊 因為有的客人不冰 所以我剛剛不用先幫客人加冰塊 盡量是先問 因為有的客人如果你一加冰塊 他會覺得說你根本就沒有尊重我 你沒有問我那你就直接幫我加 然後他會不開心 我覺得那也是 需要注重的東西蠻多的 一下就要注重 然後如果有客人說沒關係 就先喝啤酒 那我們就是 加完冰塊的時候 假如說可以拿冰塊 那就是幫他倒 大概一口的量就好 好 你好 志祥怎麼生物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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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我懂意思 盡量我的習慣會是先 客人放杯子 然後我們再放 喔 一個人是洗激 然後客人喝完酒 就馬上補上 盡量自己的杯子也要喝完 如果客人喝完 那我們就是一起單 不要說客人乾杯 然後你隨意這樣 我們就一直跟班 喔我懂意思 對就是 好 我想問一下你們 就在上班有沒有遇到就是 對於客人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就小飛塞 塞褲當你這樣子啊 很常遇到嗎 沒有 因為基本上公關都會推啊 因為這不好看 很誇張的事情很多啊 很多嗎 你想的到幾乎都會 對 會 客人吵架的也有啊 客人之間吵起來啊 客人之間吵起來 女生跟女生吵起來 也有女生跟男生吵 也有 也有情侶一起來 情侶在吵架的 對 那如果說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你們 你們 我們一定要會比 就離開 因為要出去 我們不能參與 就出去啊 嗯 然後我可以幫我給上司知道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比較難過就是 他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男人 為什麼你要來做男模 你是吃軟飯之類的 那為什麼你要來做男模 你是男人耶 你怎麼可以做這個之類的 其實我們做這個 你不要覺得很簡單 其實超難的 OK 那我們等等就是 去休息室等 對 等客人 等排看 好 等一下就是來認真的 認真要排看 可是為什麼這一次只有我們兩個人 嗯 我們有的 有的時候會像是 假如說這一桌剛剛前面 全部的都拍過 都拍過 但是我們 像我們兩個人沒看過 他就是收到一個 還有兩個人要幫他看一下 對 就有了 哎唷 欸這次是認真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攝影機不能進去 然後剛才有 欸怎麼出 志祥 志祥 剛才有跟志祥說 我們兩個要PK PK啊 看客人會選誰 等一下 等一下就看是誰出來 好不好 不會 好 這樣 我剛剛不忘勝了 我輸了 蛤? 蛤? 你輸了? 我的客人等一下坐走 蛤? 真的假的 嘿各位 那我相信我現在這個樣子 大家應該 蠻不熟悉的對不對 但是 我覺得今天算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因為我剛剛做的那一桌 其實算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天使桌吧 對就是 他們願意讓我拍攝 然後 願意讓我 跟他們聊這麼多 東西 因為他們那一桌其實 基本上很多都是 酒店的公關放假 3 很少了啦 好 還行 還行 我們也有一起了 對就是讓我們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 回憶跟體驗 對我們就單純喝酒 然後大家玩遊戲 然後聊得很開心 什麼都聊 你知道嗎 對那我覺得其實 各行各業都有各行各業 辛苦的地方 對那大家不要覺得說 南模很好賺 其實這都是辛苦牆 一整個晚上這樣子 現在的時間是 已經是早上的5點多了 第一人要喝酒 第二就是你需要去應付客人的 各種奇怪的要求 以及脾氣等等之類的 這個都是心理上面的壓力 生理上面喝酒的負擔 等一下你要把它玩嗎 這麼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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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好喝 好喝 好喝 要不要吐輸 好 剛剛的我有問一下 就是貴函 我今天的台費是 6300塊左右 就是客人要付我6300塊 我從大概1點50 做到現在5點 做了總共3個小時 今天是這個妹妹點我的 謝謝你 幫幫幫拍 總算是下班 回家睡覺 好 各位 我們費金的千辛萬苦 現在時間來到清晨的5點52分 就是接近早上6點才到家 其實我已經算是很累了 你知道嗎 那以正常男模來講 他們正常工作時間是到早上10點 我跟你講這個 我光今天一整天這樣下來我就覺得 這個錢是真的有點難賺 心理上面跟生理上面所承受的壓力跟負擔 相對來講也很大 所以說這個行業我自己也是滿尊重 而且相當佩服他們 好啦 反正我覺得今天算是一個很棒的回憶 因為我畢竟只上一天班 然後也只做了那麼一個台 就讓我做到這麼一個好的台 我覺得也算是一種緣分嘛 OK 那今天的一日之夜呢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 掰掰 Bye